大家好 我是Andy老爹 这个买车呢 如果说你今天预算有限 又想要空间大 又想要排气量也不要太大 睡惊脚的又少 这个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个 112.3万你可以买到最大的空间 轴距超过3米 媲美这个S-Class或者是LS的这个车长 轴距这一台 它的排气量1.4 而且呢它是冠军特试版 冠军特试版呢在台湾就有限量 嫩霸呆 这200台呢有6种的特殊颜色可以让你选 然后呢前座多了两张电热椅 里面的7张座椅哦 1234567 全部换成 让你享受非常高档的 Akentara的脊皮 挺好哦 是脊皮哦不是真皮哦 头顿的部分呢是配置HID 好那我们今天试驾的是 Candy Maxi冠军特试版 如果你希望油画表现可以再更好一点 扭力可以再更大一点 你可以再加个10万 买到2.0的这个柴油版本 售价来到了122.3万 那我先讲它跟一般的Candy Maxi呢 大概各差3万 这个3万呢就差在我刚刚讲的 颜色电热椅 7张Akentara脊皮 还有更运动化的旅圈 就看你觉得值不值得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座 就是准备要让你的小孩 让你的爸妈做的这个空间 还有在各方面的表现 第一个它的座椅呢是3张的设计 意思就是说它可以让你很舒适的 就是3个人坐在这边 然后呢在空间表现的部分 我第一次遇到头部空间 竟然比西部空间还要大的 我们来看西部空间 叹叹 两个拳头 但是呢头部 1 2 3 三个拳头加一个指头 再来呢其他的置物空间呢 包含比如说 让小朋友用的这个桌板 然后上面呢也还有一个置杯架 然后呢在门的两侧呢 也各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置物空间 这个都没有问题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 秘密藏在地板里 地板掀开呢这个地板两个旋钮一转 里面呢左右各有一个置物空间 这是非常方便的 好了再来 因为它的这个座椅呢 椅背可以六式倾倒 但是座椅不能是 没有往前往后的调整的功能 所以你如果第三排的乘客 要到第三排的话呢 第一个 你必须先把椅背倾倒 倾倒以后呢侧边这边 有这个把手一拉 整个椅子掀起来 那你就可以算是蛮充容的啦 就从这边进出 然后乘坐第三排 如果呢你今天非常的孤独 没有人可以帮你这个 倾倒椅背的话呢 其实自己操作 也不是非常困难啦 算非常的轻松 手一拨 左手一拉 那就可以进来了 那它的这个 我们再讲一下空间的部分 3米以上的一个轴距 那第二排我刚刚讲过是不能调的 那第三排呢 一样它也不能调 不能前后 但是椅背也是可以倾倒 但是倾倒不是让乘客用的 是它就完全就倾倒 让你置物用的 那它当然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说如果你人手够的话 至少可能两个男生 那你要完全的这个把座椅移除 它可能没有办法像这个其他的MPV 隐藏在地板下面 它必须要整个两个 就是座椅把它拔走 所以这个在操作上呢 就是方便性稍微扣了一点分数 好那第三排是这样 左右各有夸张多的四个 登登登登 总共四个自卑架 两边总共八个 那小朋友可以换着饮料喝 不管你要喝可乐喝奶昔 全部都可以 好那在这个椅背呢 我们把它掀起来看 椅背掀起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 腿部空间的一个表现 这个腿部空间我刚讲 因为它前后不能移动 所以它是固定的 你看像我的身高170 差不多剩三个指头 算明讲几个了 三个指头接近 还不到 接近一个拳头 三个指头左右 好那当然这个 还有一个缺点 我要讲一下 因为它第三排没有冷气出风口 没有啊 所以所有的冷风效果呢 冷房效果都必须要靠这个前面的冷气 所以坐在第三排呢 我会建议如果你是爸爸 买这部车给家人用 这个隔热纸稍微贴好一点 不然其实这样吹我觉得冷度不太够 好在所有的MPV里面 后箱的空间 大部分因为坐满了第三排 那个椅背呢是贴着后箱尾门的 贴着的意思呢就代表 你就算全家七个人出游 你可能没有什么地方摆行李 好但是呢在Candy Maxi 没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第三排第二排都把你设计好 固定位置没有错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呢 竟然第三排还有500多公升的空间 像我们今天这个是 脚架的这个袋子 摄影包 这个大概至少有20几公升 因为它非常的厚 好你看哦我这样估计 一二三至少可以摆3.5个 上面再摆个两个完全没问题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帐帮 它也有一个很贴心的 你看稍微往上掀 诶 它可以力道 它就像你卡住了 如果一个人你既然摆东西 它就帮你就固定住了 你也不用说一只手去撑 一只手这样上下 这不是很麻烦 所以其实呢以这个后箱空间 然后是完整可以做 七人座的MPV里面呢 它的空间是最大的 好那Kenny Maxi呢 基本上呢 不管是不是冠军特使版 我觉得它很强调 在车内空间的运用 就是说以这样的预算 你可以在这部车上呢 找到最多的自备价 最多的置物空间 然后最大的空间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 像我现在坐在前座 两边的座椅呢 都是六项的手动调整 那基本上舒适度 然后这个支撑性的表现 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前方的方向盘呢 三幅式 那有钢琴烤漆的试板 不过方向盘上 没有任何的功能键 那前方的这个仪标板呢 左边是转速 右边是时速 那因为今天试驾的是汽油 所以它的最高转速来到了6000转 中控台上方呢 有一片黄色的这个试板 这个是跟着车色去跑的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选择 这个冠军特试板 你特别选了 比如说红色 那它这个试板呢 就是跟着红色去走 再往下呢就是 恒温空调 还有一个触控萤幕 它里面当然就是没有中文 不过它有一些基本的音响的功能 还算不错 再往下呢就是植物空间 然后再来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DSG 漆速的双体核漆变速箱 我刚刚讲自备架呢 光前座就有四个 中间两个 然后呢门的两侧 给两个人 也各一个 好 还有一个 往上看 这个呢 无敌 很多人呢 像我看过有一些 营业用的这个司机呢 它就很爱把这个所有的东西 行造 卫生纸 全部都丢在这边 所以这个 置物空间呢 好像找不到其他车 有这么方便使用的 好 那其他还有 你看中控台的上方 噔噔 你这个门打开 哇塞 也有一个置物空间 你要摆手机 摆零钱 摆什么充电器的 全部可以塞进去 再来前方的手套箱 这是一定的 还有副驾的下面呢 它有一个抽屉 女生 女朋友 老婆 摆它的这个口红 化妆品 全部都可以塞这边 非常方便 好 那在主备动安全的部分呢 它我们常在介绍的 什么比一些比较高科技的 它比较没有 但是呢 还是一样 六颗气囊 然后呢 ISOFIX是有的 这个不用担心 那像这个TCS 循迹防滑 测身动弹稳定系统呢 这些全部都是标准配备 那另外有一个就是 它有一个防二次碰撞 这个我们刚刚还在讨论 其实这个二次碰撞呢 它是干嘛用的 当你如果不小心 满不离 发生撞击开车的过程当中 棒 好了 它侦测到你发生撞击之后 车辆还在行进 就是还在往前 没有完全停下来 但是呢 它如果侦测到你的方向盘 油门刹车 完全都没有动作 有可能就是什么 驾驶昏迷过去了 没有办法再去掌控这辆 车辆的一个动态 所以这时候 二次碰撞的功能就来了 它只要侦测到这个状况 它就自动帮你 启动刹车 将车辆的这个速度 减到0 避免让你发生第二次的碰撞 所以这个功能呢 主动安全呢 在Candy Max是有的哦 好介绍完爸爸妈妈 哥哥妹妹 全家人都很在意的后座空间之后 我们现在讲一下 属于爸爸的驾驶舱 开起来的一个感受 第一个我们先讲它的引擎 我刚刚前面一开场就讲 它是一颗1.4的涡轮引擎 1.4 但就是在台湾的穗金 嚼起来其实是相当便宜 才1万出头吧 那在这个部分呢 确实可以省到一点荷包 那它的这颗引擎呢 最大马力125p 最大牛力22.4 在1500转会产生 所以其实它在油门你刚下去的时候呢 动力就给你了 不过因为它的车重来到了1400多 加上我现在坐在上面呢 是超过一顿五的 所以以这样的动力表现呢 开起来相当轻快 但是加速力道 特别是如果说今天真的是满座的话呢 可能会变成是只有顺畅的这个力道来形容 但是呢我觉得在一般日常代步 甚至是你要爬坡 稍微多一点油门 只要超过1500转 它的最大扭力就给你了 所以这部分没有太大的问题 底盘的表现那也很出色 因为你可以感受到它的车辆就稳稳 渣渣实实的就是贴在路面上 悬吊的设计呢 当然兼顾了一个舒适性 在开起来的时候其实方向盘稍微偏轻 但你开起来会比较轻松 如果说你今天妈妈要开的这部车呢 也不会太吃力 但是呢因为优异的一个底盘的扎实度表现 其实可以让你在开车的时候呢 算是蛮清楚的感受到车辆的整个动态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空间没有话讲 隔音呢也OK没有问题 但可能有些人会问 他说老弟啊我110万 连车测盲点都没有 但是我告诉你 像我 我开那么多车 都有车测盲点 老实说我也不爱用 为什么 因为我都人工视觉盲点 像我们考驾照的时候在美国呢 很早以前他就要求你要做到人工车测盲点 那台湾都没有 到目前都没这个规矩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宣导一下 人工车测盲点就是这样 比如说当我现在开在直线 我现在要往左切一个车道 或者是我要往左转 我就打方向单 但是头呢就这样 嘿嘿 往左看个大概零点几秒 如果我要往右切 我就嘿嘿 瞄一下你的死角 左右的死角 有没有其他车辆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另外一个我自己本身有一招 哪一招呢就是我这样子 比如说我看那个后视镜 对不对 看着我想要增加角度的时候 我就稍微往前 有没有 你的身体往前 自然那个后视镜的角度就增加了 往前往后稍微瞄一下 你可以看得更广 我觉得这个人工车测盲点 你只要建立起这个习惯 绝对比那些什么主被动安全 放在什么A柱 放在后视镜上那些车测盲点 什么一个小小黄黄的 比那个绝对好用多了 好那其他这部车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要你觉得这个预算 这个价位 然后这个空间是你想用的 那基本上这部车可以考虑 好我是Andy老爹 我们下次见 拜拜